你六百萬拿了去ATM去存現鈔 ATM那邊有一個camera 他其實連你的臉都照得非常清楚 然後你在那邊點多少張的時候 他其實都可以數得非常清楚 整個案情爆發之前 應該他就已經被洗錢單位盯上 只是說洗錢單位呢 沒有辦法辦這個案子啊 因為他就是 陳佩琪這個夫人 他怎麼辦他呢 市長剛才講的 陳佩琪一開始大家百多人同行 大家說他是一個無辜的 可是今天大家不同行 你哪來六百萬 你不是一百萬 你是六百萬 你拿六百萬拿了現金 然後不斷都去存 你一開始講說 什麼TUBE會僅應啦 演講費啦 稿費 根本都不上啊 對 沒錯 是目前為止來說 反正檢調只要把這個金流 都查得非常清楚之後呢 事實上他們是跑不掉 我就講 金流其實是最明顯的這個證據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為止來說 檢調說什麼 你不是只有原本一開始說 我只有一百七十萬 一百七十萬拿到ATM去存 那我說TUBE會僅應 稿費啦 然後包括演講費 通告費一大堆 就現在檢調說 不是欸 是六百萬欸 你六百萬拿了去ATM 去存現鈔欸 抱歉 那ATM來說 ATM是怎麼樣你知道 我們有ATM存進去的時候 你知道是怎麼樣的狀況嗎 ATM那邊有一個鏡頭 它其實連你的臉都照得非常清楚 然後你在那邊點多少張的時候 它其實都可以數得非常清楚 那很多人在那邊糾紛說 哎呀 我明明存了兩萬塊進去 為什麼只有土多少錢出來的時候 不太一樣 ATM可以調影片給你看說 你當初就是數的時候 十九張 沒有二十張 它都可以做得非常清楚啊 所以那些技術都非常清楚啊 你說我在存進去的時候 我要先算一下 算一下之後我才放進去 對 那個麻煩 那都可以算得非常清楚 所以有就是說 事實上保洁很大 你去ATM的時候不是說 哎 你可以 沒有人知道 ATM camera 你拍得非常非常清楚 你知道他在做什麼都非常清楚 那你知道他說拿了六百萬 六百萬去存的話 那簡單來說至少要二三十次以上 三四十次以上 這樣才能夠存進去嘛 一次最多二十萬 你要一次存一次存 然後存的時候 等他點完操 然後印出來之後 哎 好啦 這樣點完操 所以那 事實上這個動作早就被盯上 我跟他講 這個應該是在這一次 整個案情爆發之前 應該他就已經被洗錢單位盯上 只是說洗錢單位呢 沒有辦法辦這個案子啊 因為他就是 陳佩奇這個夫人 他怎麼辦他呢 那現在檢調都出來 哎 因為怎麼檢調能夠辦這個案子 不是 我本來以為說 你現在到ATM拿了現金 直接放進去 很簡單 是 你說其實很麻煩 而且你看 很多這個ATM的紀錄 完全都被銀行勾擊的非常清楚 目前為止 檢調是說 有七百萬元左右的這個拆佔 流入你們的帳戶 然後呢 你去存的 約莫世代六百多萬的這個現金存進去 所以現在呢 你完全沒辦法 完全沒辦法說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知道你們除了這個 之前的金流不明朗之外 你募可成立是在10月14號 然後你10月18號呢 是讓這個金華城的建築知道過了 10月19號 居然就凍土點禮 抱歉 我那天仔細看一下 還有誰去 還有很多人去 苗峰牆啊 然後包括說像這個林伯峰 這大佬 你大佬你也要騎錢給他敲時間 他怎麼可能會當天說 我來講苗峰牆 我現在今天要重工你快點來 不可能 那一定是好幾天前就知道 所以不是只有市政府知道 連這個省經濟 他們全部人都知道 對 連他邀請來的貴賓全部都知道 所以你居然這麼有把握 你11月18號就可以拿到建造了 對啦 那後續還有非常多的 這個剛才這個會真不是講話 眾望基金等等 所以那這個整個金流 你一看你就覺得 這裡面實在是太奇怪 你也完全說不清楚 目前是怎麼樣 另外一個就是 之前已經很奇怪了 就之後也是很奇怪 你看 這個民眾黨申報完成的時候 人家就跟你說 你2000萬鬥不攏的時候 4月8號 結果你馬上就去開了一個 這個製藥公司 那你開這個製藥公司要做什麼呢 所以事實上現在不是大家就講 這個到底開製藥公司做什麼呢 保證我跟他講 事實上有可能就是這個洗錢 剛才不是有這個李文娟那個 Line的對話嗎 那個Line的對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保證事實上剛才董事長 已經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他那個捐款 可能就要存進去他的 打進去他的這個包目可公司 或是說打進去 或包括說像他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競選支出 但是為什麼要有競選支出 支出呢 支出就是說 我支出來之後 有另外一個對象嘛 另外一個對象就是 他要洗到他的帳戶去嘛 所以你就會看 他為什麼要叫李文娟處理這個 就是你那些錢 那些錢是我的錢啊 那我把它打到這個帳戶裡面去之後 你要再支出出來啊 支出出來之後 支出到哪裡去 支出到他的口袋 他的帳戶啊 就是那些帳戶啊 你看我們不是講嘛 木可不是有四百多萬的 對 你見了嗎 他支出到哪裡去 打到口袋 打到口袋 他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把它灌到總帳戶去了 然後之後呢 用支出的方式 把它支出出來嘛 對 所以他才跟你說 哪一筆要用木可支出 哪一筆要用進總支出 就是支出來之後 到我的帳戶裡面來嘛 所以他怎麼進總的帳戶 我也不知道 木可的帳我也不知道 我太相信我的同學 搞了半天 每一毛錢你都知道 當然他都這樣知道 他非常清楚嘛 你看檢調 這個法院所有的都非常清楚 你對每一筆金流 掌握都非常仔細 而且留相 去相支配 你是精明幹練 都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知道 這目前為止 檢調只要把這些所有的金流 都勾集完成之後 就非常清楚嘛 而且 你現在有什麼USB 什麼帳戶 什麼全部都在人家手上 這個柯文哲不是講得非常清楚嗎 他說 這個帳 他不是給那個周姓大佬 就是說那個帳目 全部都在人家手放 這個最糟糕的時間 還沒來 你看那一天 他不是被這個檢調約談之後 他出來說什麼 他檢調進到我的這個辦公室 還有我們家裡面 把我們的電腦USB都拿走 他還特別講了USB 我那時候就覺得奇怪 你為什麼要講USB 現在還知道原來 USB是這些東西啊 可是我們照理講說 你拿電腦很重要 你拿我的手機很重要 他知道USB很重要 他自己講了 他說你有沒有剪掉了嗎 把我的電腦USB拿走 然後去那邊變故事 這都是他講的話 那時候我就講說 你為什麼要特別提到USB 現在還在揭曉 原來USB是這麼重要的東西 裡面有非常多的金鑰 裡面有帳戶 一大堆有人沒有 那或許USB 還有電腦 你看他為什麼講電腦 電腦暴走 就是李文娟的那台電腦嘛 所以現在知道 這個金流帳戶 什麼都已經被掌握之後 我跟他講 這個案子沒多久了 只要把這個金流 都完全勾擊的上話 其實他們真的可能就完全跑不掉了 而且市長你講說 一般來講 你洗錢是需要一些耐心的 柯文哲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他們有耐心 他要急著處理 他要急著處理是 更關鍵的是 陳佩琦急著看房子 對 如果你把他兒子成立公司 看房子所有的時間 那個就剛剛吳總還講是1.5億 你說根本就10億以上 對 沒錯 市長包括他們看了1.2億的豪宅嘛 然後又買了一個4300萬的商辦嘛 然後後來還聽說又買了2點多億的豪宅嘛 所以顯現他們手上的現金是非常非常多的 也就是說多到 而且賬戶很多嘛 那這個錢呢 要怎麼樣把它去除掉 或許買房子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好 市長 剛剛講的 今天提訓了審慶經 提訓審慶經 說查的就是那個1500 現在應該非常確定的 在那天的下午 他並沒有跟審慶經見面 在1500就是1500萬 查這個審慶經的1500萬 就是這個錢到底怎麼出來 到底怎麼進去 這1500萬怎麼會進到柯文哲的戶頭裡面的 保健從今天開始來說 會有更新的劇情會出現 為什麼 保健現在可能是第二波的 收網行動即將要展開了 第二波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我們禮拜六的時候 東升直擊知道什麼 這個林俊妍 還有這個江振玉 還有郭建玉等等的 這個這一次的承辦檢察官 他們在北檢裡面加班開會 你說禮拜六晚上還加班開會 對 那顯然是他們有更進一步的 這個動作要展開 然後今天早上的時候 又加入了一個檢察官 叫陳文錦 陳文錦我跟你講 他是全台灣的 可能是追查金流的 第一把的高手 所以抓錢的 對 所以也就是說 除了原本的檢察官 加入個金流高手 所以下一個階段的偵辦方向 其實非常清楚 就是要抓金流 為什麼要抓金流 保健我們講 財經書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郭文哲 你的確是有圖利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你有財產來源不明的分 為什麼 因為在應小威要分配的時候 其實剛好時間跟你鬥上 因為應小威要分配的時候 是在111年10月18號 通過建造之後 可是你們的檢察呢 在111年的11月1號的時候 你寫了1500萬這個數字 對 然後你的夫人 還有你的子女 有非常多賬戶的不明的金流流進去 那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呢 我只要把你們流入的金額 跟當時的應小威在分配的過程中間 能夠兩邊這樣 好像連連看連連看 連連看的時候 把兩邊連上的時候 保健你不是圖利了 你就可能是貪污收賄罪的一個重罪 因為現在 沈慶晶跟應小威為什麼可以收下警戒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之間有4700多萬 這個錢 才可以有一個金額的往來 對 而這個金額的往來非常清楚是 應小威在負責分配 對 分配了以後 中間有1500萬不知去向 1500萬的不知去向 跟現在陳佩琦跟他子女增加的錢 對 中間少了一個斷點 對 沒錯 這個斷點就在沈慶晶 對 如果沈慶晶今天糟了 這個斷點就勾連起來了 所以為什麼你看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北檢馬上就提訓了 這個所謂沈慶晶 沈慶晶就馬上你看 他你看 這個中午的時候他是這樣 坐著輪椅進去了 保健經過三個小時的提訓之後 他居然是劍步如飛的走出來 走出來的 他到底是這三小時 今天就是走出來了 原本是病菸菸 前幾天不是傳出說他可能生病了 還去這個救疫 就我們想三個小時之後 他居然是走出來 所以難道是他講了什麼嗎 只要他講了只要能夠從他這邊突破 因為現在就是缺少那個連接點 對 你只要把這個連接點完全連上的時候 這個柯文哲的恐怕就差次也難背了一個狀況 好 因為事實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彭賽森的證詞 今天邵佩玉的證詞 包括今天杜芳委的證詞 非常清楚是 在這個裁定書裡面 你明知違法 執意為之 而且貫徹意志 昭然若揭 剛剛講的 你現在柯文哲剛剛講 你的圖利罪是跑不掉的 圖利罪跑不掉 我現在刷你的金流 而且現在 剛剛講 北姐已經用了所有的力量去查金流 而且這個金流 我覺得非常明確是 現在為什麼覺得陳佩琪現在這麼緊張 你會覺得為什麼陳佩琪現在魂不守舍 而且你特別提到 陳佩琪現在 你有沒有看到 陳佩琪現在講任何的話 他演技都是低的 現在演技都不敢 只是任何人 你說接下來最大的破口 最大的關鍵 最大的問題 就是陳佩琪 沒錯 你看最近陳佩琪的這個講法裡面來說 他說氣弱猶死 而且講話來說 是不是完全魂不守舍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 因為現在金流突破點有兩個 一個就是陳佩琪這個方向 我只要能夠把他的 怎麼做的這個過程 把他突破掉之後 就可以知道狀況 因為現在很清楚 就是陳佩琪你的帳戶裡面 的確有不明財政 你的不明財政 你講說 下次是什麼 你爸爸的丘佩琪什麼什麼的錢 稿費 大家都怎麼堆不上 都不知道 當然你現在還在辯解 可是今天如果這個東西被破解了 你的帳戶不但是有不明來源 而這個不明來源 是行賄的款項 那你的問題 你就不只是證人了 對 沒錯 所以現在陳佩琪的壓力非常大 另外第二個 現在在講什麼點 我們不是說1500萬這個數字嗎 1500來說 民眾黨就說沒有 是那一天的下午要見神盡盡了 可是寶傑 今天最新的報導裡面來說 完全打臉的民眾黨的說法 完全打臉 也就是說在111年的11月1號 那天的下午裡面 柯文哲在做什麼 寶傑那天早上的時候 他還接受了這個媒體的訪問 還講到當時的這個選舉 因為那一年的11月25號要進行大選 大選的過程他還說 我們這個北市有機會拿下 是縣市首長新竹還有機會 那時候早上還在做這個事 好 那早上之後 下午他跑到哪裡去呢 下午他在大銅鬚 他當時柯文哲跟這個藍世聰 當時的民政局的相關的官員 他們去那邊說 在那邊說的時候 寶傑三點多一直說 誰要五點多都在那個地方 而且那時候 他沒有離開 對 而且那時候有非常多的影像 有非常多的里長 非常多要準備跟他這個造勢的人 都有拍相關的影像 所以他當天的下午1500這個時間點 確定他人是不在 他沒有去看審計金 他是在大銅鬚裡面爬爬 所以2022年11月1號下午的3點 他跟審計金沒有任何聯絡 對好 所以沒有任何聯絡 而且事實上目前 柯文哲的幕僚就說 他的行程都是用 所謂Google的行程表去排的 不是Excel的格式 所以Excel那個格式來說 現在幾乎可以確定 講出來的1500萬這個數字 的確是真實的1500萬這個狀況 所以 現在剛剛講到的 這個Excel裡面 的確有一個1500 而這個1500 現在看起來真的是1500萬 如果這個1500萬 跟審計金勾連起來 那問題就大了 對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這樣查這個 回到易小威 然後出去的金流來說 短少1000多萬 1500萬 剛好跟你的1500萬 兩個是完全連在一起的 而且 保證今天 這個北景還做了另外一件事 他還把這個 因為這幾天不是這個偵查 內容外洩嗎 他還分一個他自然來調查 就是說到底有誰洩密 保證那他這個動作不是就做死人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對耶 對 那不只是這樣 還有什麼科技大佬 很多人名單 現在都開始外流啊 所以開始人人自偽的一個狀況 你說名單是真的 Excel是真的 真的有一個審計金 真的有一個小審 真的有一個1500 對 所以北檢才要做 這樣的動作嘛 好 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大家壓力點都落在 這個陳佩琪的身上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顯然啊 他就說這個我們加的錢都是我在管的 的確 因為所有的金流的往來 他絕對都知道 可能很多現金呢 是直接柯文哲交給他之後 你看 他為什麼要去ATM 一個存 一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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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那ATM不是說不知道 ATM銀行會有一個總量管制 他覺得 你這個是 這個有問題的帳戶的時候 他其實就會警示了這個狀況 所以他其實呢 我認為他很早金流就已經被盯上了 你說陳佩琪早就被盯上了 已經被盯上了 好 那他又說什麼 啊 這個ATM這個錢很多是來自什麼 秋佩琪什麼 那我要匯錢給我兒子 可是問題是保證 如果真的要匯錢出去的時候 兒子當時人在日本 你用這個兒子的帳戶 這個匯進去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照顧你的這個媽媽呢 這完全都說不過去 對不到 他的金流完全都是完全對不上 所以現在只要 你再繼續去查陳佩琪的 相關的金流繼續往上查 另外一個就是把 能夠突破沈靜兵這一邊 只要沈靜兵或是印象 有任何一個突破點 兩邊能夠完全連接的上的時候 我相信當時人生的真相 就會完全非常的清楚了 好 玉鳳 我們要昨天上那個晚會裡面 大家就覺得陳佩琪非常的誇張 怎麼樣誇張 聽一下 那個假裝不是我老公蓋的 是別人蓋的 我們是新人專業的人 這樣跟你講 當天上我們根本沒有妨礙公務 我們也沒有拒絕開門 當時我回去的時候 他說我老公在裡面洗澡大便 大便了一個小時 我們怎麼知道 大家會覺得非常荒謬 可是他為什麼這麼荒謬 你說其實現在所有人 陳佩琪在是壓力最大的一個人 我們在外面都覺得 他只是一個證人 可是你們長期跑 剪掉你才發現 他根本不是證人 對 他現在所有的作為 都是一個準被告的身份 對 陳佩琪最近來講的話 他接受這個 他在公開場合上面講話 你不覺得他氣落猶失嗎 如果他是一個證人 證人來講的話 在司法訴訟裡面 如果你是行得證 站的職的話 你不用擔心 為什麼 證人的話 檢察官只能問你的所見所聞 你只要講出你的所見所聞 來就好了 大家記不記得 第一次開記押亭的時候 陳佩琪是先送到北檢 那時候大家就覺得不對了 為什麼 你有看過檢察官來 對於證人要求覆訓的嗎 沒有嗎 證人其實如果你的問題不大的話 你在調查局 你在警察局 你在連證署 你簽完名 你就可以離開了 證人沒有覆訓的 對 我們只是為你的所見所聞 但是證人什麼時候會覆訓呢 當檢察官需要你來拒絕的時候 檢察官來拒絕 這份筆錄為什麼要拒絕呢 如果有拒絕的筆錄 我可以直接把你轉被告 我不用請你再過來 然後再問一次拒絕 恭喜你 你轉被告了 所以陳佩琪現在是沒有被告之名 但有被告之實 對 因為他有一份筆錄 而這份筆錄呢 要筆錄要拒絕 只有誰可以拒絕 只有檢察官 所以檢察官已經先把前置作業 給作業好了 你在那個地方 連證署誤完之後 我用檢察官的身份 我才可以拒絕你 所以我把你拒絕之後 我可以用這份筆錄 隨時把你轉被告 所以你看檢察官來講 這個手法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你用證人的身份 我請你來 證人可不可以請律師 不能夠請律師 所以你所有的東西 我問 質問你要實答 而且沒有律師在保護你 所以在工房上面的話 你看陳佩琪這個樣子 他應該是擋不住了 因為他過去來講 他講了太多 太多他們家裡的狀況了 好的 剛剛講的是 因為現在大家可能認為 檢察官爭於政治的上的考慮 如果我今天同時 把柯文哲跟陳佩琪 列為被告 那等於代表 我真的是對柯文哲 抄家滅祖 這樣的一個政治後座力 現在看起來檢察官是閃 閃了以後 對於陳佩琪的處境 有所改變嗎 沒有 因為你會看到 在這個所有的裁定書裡面 陳佩琪的角色都非常清楚 你的帳戶都有不明的來源 而且非常清楚是 你什麼時候去存ATM 你存了多少的ATM 這些東西 金額 時間 怎麼樣的儲存 檢察官竟然都有資料 所以你說 陳佩琪早就被盯上了 陳佩琪早就被盯上 而且現在陳佩琪 他的立場是非常尷尬的 因為這些禁流 已經都查得非常清楚 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第一個保護自己 還是保護先生 保護自己 那你就要對你先生開槍 保護你先生的話 我就可能會轉成被告 所以我覺得 你用正人身份去鞏固他的政治 檢察官非常的聰明 現在來講 對陳佩琪來說 他是最煎熬的 如果真的 你有個拒絕的筆錄 我把你轉成被告之後 你要做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訴訟的攻防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北檢提訓了 這個所謂的審計金 就是希望你轉為物點政策 或者是你要供出 當時印曉維少掉的那1500萬 跟這個陳佩琪跟他的兒子 多出來的這個不免來源 中間到底是怎麼樣勾連起來的 如果你可以講 那就Bingo了 跟你講 就算審計金不講 陳佩琪也可以講 對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他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你到底要不要把這句話講出來 如果不講出來 你到最後 如果真的在一審起訴的時候 你變成被告 那你在司法訴訟上面的話 到底要不要把你的責任切割出去 律師一定會叫他保護自己 問題是保護他之後 保護自己之後 可能柯家所有的金流 全部都會被掀起來 好 宇全 當我們講到 今天大家看到了 沈慶晶被這個所謂的集訊的時候 他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而且也確定了說 那個Excel黨裡面的1500 是真的有歧視 真的有歧視 今天我們看到 鏡州刊在即步的 去查了 2022年下午11月1號 下午1500的時候 那天柯文哲 並沒有跟沈慶晶戒辯 那天他在大統區 就代表那1500不是下午3點 好 那接下來關鍵局就來了 那你幹嘛找他來 就是你要確定 那1500到底怎麼回事 那當我們把焦點放在去說 你說今天又要看整條線 這整條線是 從沈慶晶前出來 前出來以後見到應小微 應小微出來了以後 中間突然有一筆錢不見了 一筆錢不見了以後 今天陳佩琪就突然 天上冒下了1500萬 保護各位現在陳佩琪 他完全六神無阻 因為理由很簡單 現在檢方找到了關鍵的拼圖 A就是應小微的錢 到底1500萬消失去了哪裡 B也就是柯文哲 以及陳佩琪這邊 突然間多了1500萬 所以只要有辦法 把他勾擊把他勾串 那就Bingo 答案中獎 結果現在我們原本外界 一直在講說關鍵的一個證據 跟一個勾擊的一個線索是什麼 就是你的USB檔案裡面 有一個2022111500小省省清清 那民眾還跟我們講說什麼 下午3點啦 下午3點啦 不可能啦 結果不好意思 現在直接抓到了 下午3點 你柯文哲人在大同區間里長 而且還不是只見一個是見一個 兩個三個 還有媒體去到現場圖方裡 所以寶哥你知道現在陳佩琪 是什麼心情嗎 什麼心情 慌了 而且這個慌 不亞於柯文哲的慌 當時柯文哲為什麼躲在我們家裡面 一個小時 現在陳佩琪狀況一模一樣 因為 剪掉 同樣來敲門了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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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來按門了 但寶德哥你知道按的是什麼嗎 按什麼 是你陳佩琪的金庫跟帳房 所以今天只要這個大門一開 我跟你講所有事情 全部撩起來 直接倒地 你就知道為什麼陳佩琪 在包括我們 你說金庫的鑰匙在陳佩琪手上 對 我跟你講所有的線索萬流歸中 因為當今天柯文哲在裡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每一件事情 都跟陳佩琪有關 包括我們講的1500萬 請問一下 在院方 在檢方 裡面的財定書裡面 他講的是誰 分配到了哪裡 配偶 以及子女身上 再來 陳佩琪是誰去買那個4300萬的房子 也是陳佩琪 陳佩琪買的 那陳佩琪他說我要秀這個存款證明簿 給大家看 請問一下陳佩琪現在秀了嗎 沒有 包括我們講的奇奇怪怪的700萬 你要講170萬也可以 也是來自於誰 陳佩琪 所以我跟各位講 而且去看1.21的豪宅 去看2.41的豪宅 也都是陳佩琪 對 而且再來 為什麼 而且可怕的是 你今天去ATM 你做了什麼事情都知道 你去看了什麼房子 人家也都知道 你去了哪幾條街 大家也都知道 對 那這等於是你陳佩琪所有的線索跟行蹤 包括你的金流 各位最可怕的是金流 事實上一舉一動都在檢調的賞獲裡面 因為你今天到現在為止 陳佩琪有沒有解釋說1.2億 甚至到2.4億的房產 沒有 沒有 民眾我完全不跟你談這件事情 所以我跟講陳佩琪怎麼樣 心態也瘋了 他現在狀況跟口吻哲一樣 為什麼他出來造勢場的時候 你仔細看他一個現象跟以前不一樣 那天他出來跟大家講說 我天氣風高氣爽 我去看豪宅的時候 華麗哥 他眼睛真的大大的 亮的 而且直視的媒體 這樣瞪喔 這樣左顧又盼 來我們再看一下剛剛 9月8號也就是他那樣照射的畫面 眼睛幾乎全程都打不開 而且時不時就低頭 所以華麗哥你真的代表什麼意思嗎 第一他在思考 人只有在思考的時候 眼睛會是瞇的 因為他要一直想一直想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心虛了 代表他內心的狀況 現在已經完全不穩 因為 當然因為我跟你講 下一個 陳佩琪今天是證人去應訊對不對 我跟你講 下一刻他再次應訊 他就變被告了 因為理由很簡單啊 誰這個就變被告 因為你仔細聽喔 陳佩琪描述了非常多的細節 寫個內容 包括說哎呀我的案情啊 包括我其實只是因為我習慣 用這個ATM小兒理財啊 所以我才去存錢啊 然後對4300萬他交代不了 1.21他交代不了 2.41他交代不了 他只能就現有的說法 開始在我們講大庭廣眾之下 言侃侃而談 那本來跟這個犯一個大忌耶 你知道什麼大忌嗎 不是啊 對 而且你怎麼會把口供用在那邊講 因為到時候 檢方他就會把你證據羅列之後 請你陳佩琪來說 陳佩琪女士 你當天呢在造勢廠和商 你說這是ATM小理財 但是根據我們調查資料 不是喔 根據我們調查資料 你1500人怎麼交代 你說是守偉嫌 你怎麼交代 等於說他現在陳佩琪 已經把自己的口供定死了嘛 那你到時候進去之後 你現在不知道檢方有什麼證據 狀況下 你把自己的話講死了 那你是在幹嘛 你會死無葬身之地耶 等於說你在加速自己的證人 轉被告的我們講這個騎乘耶 不然你到時候要怎麼拗 他越講越慘 因為你已經留下證據了 那黃珊珊幹嘛 還讓他一直講話 對 保留根就問他一個重點了 請問一下陳佩琪拿來的勇氣 會跑到前台去 就是在黃珊珊在後面的啊 就是黃珊珊那天 去讓他家鬼鬼睡著通通過 把他載走的時候 就把陳佩琪送出來啊 所以我跟你講 黃珊珊看起來在背後面 一直盯著他 一直慫恿他 現在陳佩琪講的每一句話 我跟各位保證 一定都跟黃珊珊有關嘛 那黃珊珊知不知道說 陳佩琪這樣聊這些 最後他會出自行 很有可能會準備告 因為他是整個柯文整個案 我們講金流會流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帳房的角色 根本不是李文聰 也不是李文娟 因為最後還記得嗎 智瑶公司是要來取代誰的 木可公司 那智瑶公司誰要成立的 陳佩琪啊 所以所有檯面上的金流 很有可能都會在陳佩琪這種狀況下 當黃珊珊在造勢場合 在我們講2萬人聚會的時候 他講的我們講有爛門 就跟你講說什麼 哎呀 大家都共識決啊 哎呀 司法太扯了 他都不跟你聊案情 結果被他推上火線的陳佩琪 每一句話都在聊案情 所以我跟各位講 陳佩琪緊接變成被告日子恐怕不遠了 好 所以蘇菲 剛剛講到上禮拜六 他沒有想到像林俊妍 像張真玉 像郭建玉 這三個專業小組 在禮拜六晚上還在開會 開會之後大家講會有新模式的提訓 提訓今天馬上 今天審計機就出來了 審計機出來以後確定 上禮拜五傳出來 在Excel檔裡面 Excel檔裡面的1500 的確是1500萬 也確定當天 你說2022年下午11月1號下午3點 你根本沒有跟審計戒變 而且你如果把整個時序拉開 它是完全勾連在金華城上面的 是 沒錯 昨天禮拜五所出來的這個账車 令人訝異的是 審慶金1500小審這個數字出現的 而這個出現之後 對民眾黨會不會訝異 民眾黨整個瘋了 整個黨陷入瘋狂 因為他們之前幫阿伯辯駁的是什麼 這個檢察官羅茲罪名陸罪嘛 沒有找到金流 怎麼可以擠壓阿伯 結果账車一出來戲啊 金流 金流出來了 所以整個民眾黨發黃發瘋嘛 然後開始亂講嘛 講說所謂的1500是下午5點嘛 結果鏡頭看今天再去追了 追了柯文哲在2022年的11月1號 下午整個時間在大同區拜訪里長 又到中正區拜訪里長到下午5點嘛 所以根本沒有離開里長的這個眼前 所以不可能跟審慶金見面 所以代表這個11月1號1500 不是下午3點嘛 所以不是下午3點之後 民眾黨現在要怎麼自圓其說 這陷入瘋狂 陷入瘋狂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時間點真的巧到不能再巧嘛 我告訴大家2022年10月18號 審慶金拿著20%的容積獎勵之後 得到台北市政府合發的 金華園區的建築執照 拿到了 建築也拿到了 隔一天10月19號 柯文哲就出席金華園區的動土典禮 怎麼敢 寶傑哥 哪有人18號拿到建築 19號就動土代表 你19 你跟他講 動土典禮一定要安排人 等於說我 我這個至少要花兩個禮拜時間 等於我兩個禮拜時間 兩個禮拜前 我就知道你的建築可以拿到了 沒錯 動土典禮有專業的公關公司在安排的 如果你不知道 你已經可以拿到使用執照 拿到建築執照 你敢在10月19號 要求公關公司排在那一天早上 當然不敢啊 當然不敢嘛 所以這整個時間點 是不是都已經安排好了 不知道而且你參加動土典禮的人 其實那個時間剛好是在選舉的時間 柯文哲要不要幫忙浮選 要不要幫黃珊珊選 要不要幫議員選 要不要全台灣去跑透透 要 要不要欸 尤其那個已經是在選前一個月的時間 是最忙最忙的時間 柯文哲還可以出席金華園區的動土典禮 代表著早就已經安排好了嘛 所以是不是很巧 巧得但是11月1號的時候 沈慶金就出現在柯文哲的秘密帳策裡面 誒 我再強調我跑過6年台北市鎮 那個建造沒有拿下來之前 沒有人敢當 沒有人有把握的啦 是 因為會發生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而且我告訴大家 2022年那個時候的台北市的建管 而且他的起召人就是朱雅虎 是 所以朱雅虎當了鼎月開發的董事長 最重要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麼 就是幫金華城把20%的榮獎拿到嘛 幫柯文 幫沈慶金把這個金華園區的開工典禮辦完嘛 他隔一年5月2023年的5月 朱雅虎就卸任了 所以代表什麼 榮基拿到動土拿到開工之後 朱雅虎沒有建築任何的專業 他就卸任了 工程生退了 是 就工程生退了 但我們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11月1號的秘密账策 就出現了審慶金 有金手人 有1500 大家看看 這個是不是超巧 巧到底巧克力 百分之百的巧克力還要巧 真的 是不是 我告訴大家 10月18號拿到執照 11月1號就出現了那個1500了 是 而且我告訴大家 2022年台北市的建管處 因為柯文哲對建管非常苛刻 所以建管處的同仁幾乎很多人都離開 所以有很多的建案跑了很多 跑了很久的流程 就是拿不到建築執照 柯文哲怎麼可以確認金華城在10月18號 可以拿到建築執照 隔一天還可以去幫他動工 他怎麼會有這個信心 如果不是柯文哲已經幫忙排好了 他怎麼會出席 這個底氣也太足了吧 你知道嗎 他出席之後可能很糗啊 動土典體先動 然後自己走在旁邊問說 你都沒有拿到建築執照 你怎麼好意思來這邊動土 你怎麼百分之百有信心 所以這代表就是說 柯文哲早就已經安排好了 所以柯文哲的秘帳 在兩個禮拜後出現審信金 出現1500 大家也不會意外嘛 對 柯文哲 你說今天 題緒那個審信金至關重要 而且現在看起來 陳佩琦的角色也越來越浮上檯面了 對 我們今天要重新看一次這個 地院法官的這個計劃裁定書 那計劃裁定書 現在我們這個上面 這個電視上面登的這個字眼 這個文具 這非常的敏感 他說在該時卻有不明來源金流 分別匯入這個齊配偶及子女帳戶類 換言之講就是柯文哲的帳戶裡面 確實有收到不明來源的金額 對 這個是今天我們 因為東西太多了 我們今天要回頭看這一項 我就搞懂了 為什麼他不願意提出抗告 有這句話怎麼抗告 你太太跟你的子女的帳號裡面 不明財產來源金流的金額 不明金額 你怎麼抗告 你抗告個鬼頭 你根本已經犯罪了 就財產不明來源罪已經確定了 對不對 所以柯P說我現在不抗告 讓法官有好好去查 兩個月時間查清楚 那個是在這邊做戲嘛 真正講知道說問題就已經被查到了 對 但是你現在目前不能證明 同一筆錢 兩筆錢是不是同一筆錢 對 理由 為什麼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按照審慶金跟的做事習慣 我跟他很熟 我了解 這種重要的金額的交付的話 一定是他本人交給柯P 他不會透過第三者 所以現在變成說 審慶金跟柯P中間有個斷點 那這個斷點要證明這個斷點嘛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 北檢把審慶金調出問的原因啊 因為這個斷點如果連接起來的話 所以這個比查任何證明多有意義啊 而且他是隔離偵訊啊 他有可能就告訴柯P說 我已經查到你1500萬了嘛 柯P他不知道 柯P承認啊 審慶金也可能 因為是隔離偵訊啊 他可以利用囚徒理論 他有囚徒理論 他賬上1500萬是你給他的 搞不好審慶金 他你剛才去的時候坐的是輪椅嘛 回來的時候站起來就好了 精神很好 搞不好今天下午 他已經達成協議了啊 如果說達成協議的話 他審慶金也認了 你自己登記的帳上被人家抓到 你怎麼能怪我審慶金出賣你呢 所以如果是這個情況出現的話 審慶金很快就交寶了 交寶的話隔離就中了嘛 這個1500萬就中了嘛 所以現在問題說 我們剛剛講的 不是我們在這邊杜撰 空穴來風 就是地方法院確定 陳佩琦跟資訊收到錢 有不明金流 也確定 印小威這邊有一筆錢付出去了 對 那這兩個東西金額雷同相當 時間一樣 那我們一般在查洗錢的話 就是時間跟金額相當 差不多同一個時間一進一出 大概就可以抓到這個來源 所以他現在問題說只剩下最後一個 最後一關嘛 確定哪個統一筆錢嘛 那這個目前 這個確定同一筆錢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種 不見得要問當事人 因為你這個金額轉來 因為很簡單一個 第二個問題很簡單嘛 陳佩琦怎麼講的 陳佩琦用了一大堆理由解釋這個錢 怎麼收尾錢啦 稿費啦 演講出席費啦 我現在請問你 檢察官推翻陳佩琦的理由 這些金錢來源的理由的能力有沒有問題 當然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 因為收尾錢沒有 這個沒有 但起碼很簡單 我告訴你 如果陳佩琦當天是在庭上作證的話 偉證 偉證 對 七年以下有去出席 慘啦 不要亂講話 所以我不相信 陳佩琦當天在庭上講那麼多 剛剛講是 現在在偵辦柯文哲總總Bi裡面 增加了一個新的檢察官 陳文景 他怎麼樣 他是政治學 經濟學雙修 他對金融犯罪非常有經驗 找他來就是要查金流的 而查金流 他對什麼最厲害 他對ATM最厲害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北檢的這個掙扎方向非常清楚 就是要查金流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時候 宣布這個陳文景的這個檢察官呢 加入這個所謂偵查的這個團隊裡面 好 那他到底做什麼呢 寶姐 因為他是國內的 少數 非常少數 會懂所謂ATM 然後金流 虛擬貨幣 還有怎麼偵破 這些所謂的詐騙集團 他是其中的高手 為什麼 他曾經在偵破我們國內前三大的虛擬交易商 S王牌交易所 他呢 寶姐 那為什麼很難嗎 因為這個交易所裡面牽扯到什麼 我要買賣虛擬貨幣 然後整個有水房 然後後來把這個錢呢 洗成正常的貨幣 正常的錢之後呢 然後再存到ATM裡面去 這整個流程來說 你不覺得跟這一次的整個金流 是有一點類似的這個狀況 尤其你知道為什麼後來能夠 爭破這個S王牌交易所呢 是因為有一個料性員工 他收到錢之後呢 因為他覺得說 我這個到銀行去存錢的時候 銀行會關心我說 你這個錢到底從哪裡來 然後可能會被洗錢防止 我要田地大隊的表格 所以他做什麼事呢 用ATM 他去ATM存 然後存 大量的存之後呢 就觸發了ATM的警報系統 我跟他講 ATM的確是沒有上限 但是他也會有警報 也就是說他那個總帳 進到這個銀行裡面去 銀行也會說 這個到底是誰 為什麼一直用ATM存錢 他已經被列為警示了 被列為警示之後 後來呢 當然很簡單 檢察官承判這個案子 就從這個料性員工著手嘛 所以他馬上就去找了這個料性員工 找了料性員工之後 就從這樣 然後就摸出來 他們原來是整個詐騙集團 整個詐騙集團的時候 然後再順著這個料性員工的 這個相關的往上流的時候 查出來 所以保證上 最後這個案子 他一共第一波起訴了32個人 第二波起訴了133個人 就是裡面所有的詐騙性犯 都被他抓到 所以為什麼他很厲害 就是他可以從 這個一開始的ATM 往上查 查到最後 端到整個律師集團 都被他查到 因為這裡面後面還有一個律師 跟他們一起合作 還有相關的這個 很多經銷單位 全部被他查獲 所以他就是一個非常會辦金流 那這次加入來說 我覺得 當然檢調認為說 金流絕對是他們下一波 非常重要的偵查重點 我本來也都以為說 我今天去存ATM 只有我這個小房間 只有我一個人在那邊 我把錢存在去 只有你是我是天之地之 但是就搞了半天 檢察官都知道 當然好 那陳被錡當然說 我就是用ATM理財嘛 我們就講 自然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目前為止 有一個1500萬的資金來說話 目前為止來說 在柯文哲的帳目裡面 曾經出現過 111年的11月1號 有一個1500萬這個數字嘛 那今天已經打臉了 1500萬 絕對是1500萬 不是1500 現在已經1500的簽來 大家都知道說 那時候他在大同區裡面 跟這個藍絲聰 還有很多人在那邊高筊 所以是1500萬 好這個確定有這個數字 確定有這個數字之後呢 應曉威又有一個1500萬的 這個不明去向的這個狀況 所以兜了起來 兜了起來之後 結果你知道 他這個所謂的這個陳佩琪 他還用ATM存的非常多 這個存的非常多 你看陳佩琪多次帶著大筆線道 到ATM去存款 那金額上300萬元 保證我跟你講 300萬絕對會被釘到 因為我認為他當時就已經被釘上 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他當然說 而且這個時間點都非常類似 那陳佩琪當然說沒有啦 這是我們的科文者的薪水啦 演講稿啦 稿費啦 版稅啦 然後後來 但是還是完全鬥不起來 所以事實上現在檢查完簡單的 我只要去查ATM的金流從哪裡來 那你看跟這個廖姓員工不是非常像嗎 從你這樣查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金流重點是 可能要從陳佩琪 陳佩琪還有他的子女的帳戶裡面 開始去往前回推 回推之後呢 再一步一步的往上去查 查的話或許就有可能會查到 真正金流的來源是什麼地方 而且陳佩琪這個金錢往來非常有趣 他有兩個地方兩個時間 第一個是他為什麼在 新華城便當案發生前後 脫筆現金進去 這個時間 剛才講到你是兩個時間 一個是2022年 一個是2019年 剛才講到的 2019年你就是小筆的錢 本來因為想怎麼會有 怎麼給個170萬啦 給個700萬 沒有喔 700萬跟170萬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新華城便當案 到了現在被質疑的是 也就是2022年11月1號之後 柯文哲上面不是有一個1500嗎 而按照柯文哲的所謂的 周壓禁見裁定書裡面 當時也就是10月18號 建造拿到的時候 一個審慶金非常高興 審慶金論功行賞 審慶金給了殷小威非常多的錢 4000多萬去分配 分配中間有1500萬不知去向 1000多萬不知去向的時候 這個時刻柯文哲的配偶跟子女 又有不明金流進來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目前 我們的推斷來說 可能在2019年就已經有錢洩 慢慢的進來 然後到2011年的時候 又有所謂1500萬的這個錢 開始進來 可能目前為止 檢防是用這樣的態度去辦 所以你只要找這個 陳文錦檢察官進來 把金流摸清楚就OK了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關鍵人物是誰 保證你知道嗎 關鍵人物就是審慶金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這邊的金流已經對上了 但是你沒辦法連到沈慶金那邊嘛 所以你只要連到沈慶金那邊的時候 就完全Bingo 這個案子就完全破案了 因為我知道說 沈慶金給了殷小威錢 然後殷小威這邊少了1500萬 那我當然也知道說 今天這個所謂的神培集這邊 多了1000多萬 這樣講的多了700萬 後來又多了1000多萬 這個錢當然講的 他講的 我先生的這個稿費 我先生的這個演講費 什麼什麼什麼 好那現在只要證明 這個錢跟沈慶金有關就Bingo了 對所以今天不是最新發展嗎 這個柯文哲就說 哎呀那我不抗告了 我就這樣子 為什麼不抗告 因為他也知道說 事實上法院在上次的財庭書裡面 寫得非常鐵 鐵真真的事實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今天北檢做另外一個動作 保證他們提 這個找了審慶金到北檢來說明嘛 那北檢來說明的時候 你知道原本他是怎樣 他中午的時候是坐著輪椅進去 這個北檢的 就下午出來的時候是 見步如飛啊 走著出來 照拉不會這樣一個狀況 那他到底是講了什麼 所以北檢也知道 我要把這個金流穿上去了 如果我要用陳文錦檢查官去查 需要一段時間 但如果審慶金願意說明的話 那只是一下子的時間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 往審慶金裡面來 把這個借題出來的時候 看你願不願意講嘛 或是有沒有可能 轉成污點證人的可能性嘛 所以你說現在整個民眾黨 現在整個柯文哲周邊的人 對 最怕一個人 對 最怕審慶金 對 他們現在要努力的 對 穩住審慶金 對也就是說 所以你就知道 在昨天晚上的審慶金 這個所謂民眾黨的大會裡面 你就發現到說 大家都已經胡言亂語了 為什麼胡言亂語 你看 這個陳昭之都說 我是佛教徒 那柯文哲是所謂視線菩薩 然後這個吳春晨說 他是台灣曼德拉 然後這個陳美琦說 他當時在上廁所 在洗澡 沒有聽到電話 所以他不是在煙滅證據 他講的完全是荒腔走板 不過有一件事 我都是特別注意到 他們當初播了一段影片 播了這個影片來說 這是正正經經的一段影片 金華城 他說什麼 金華城廣場是歷任台北市長的難關 然後柯文哲能夠承擔下來 欸 我覺得是怎麼意思呢 他們現在就說了 這個是柯文哲的承擔 然後金華廣場不是 檢調認定的一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弊案 所以他們現在呢 等於是把這個他們跟中工 跟這個金華城廣場 完全黏在一起 也就是說 他們跟沈靜靜是 完全在一個方向了 所以沈靜靜你不倒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倒 但是萬一沈靜靜倒的時候 那當然就沒什麼好講 所以這個所謂的影片出來的時候 更讓人覺得說 欸 你好像是站在沈靜靜這一邊的 好 宜鵬 剛剛講說現在多了一個檢察官 這個檢察官就專門辦金流的 而且搞了半天他是經濟系畢業的 那經濟畢業了以後 就選修俯修法律 法律他是法律跟經濟雙主修 雙主修考上司法官 所以他對金流非常的清楚 金流非常清楚 這個S王牌的交易所 也是他破的 破了以後關鍵在ATM 你說全台灣的ATM都可以連線的 ATM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可是呢是對檢察官來講好的工具 為什麼這次宗主要找陳文傑來呢 他一個人你知道他起訴幾個人嗎 他S王牌交易所 他一個人起訴了160個 你一個人起訴160個 一個人起訴160個 為什麼他可以起訴這麼多人 因為他就從金流裡面 凡事走過必留下人 他從金流裡面一次拉 所以第一次他起訴了23個人 後面再追加起訴100多個 所以他真的是金流的辦案高手 而我們台灣的ATM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以前有人為了 閃避洗錢防治法 所以他把詐騙集團 去跟銀行的櫃檯買通 跟銀行櫃檯加入詐騙集團 所以每次去零櫃存的時候 把他額度拉高 原本大概不是50萬就被擊殺嗎 那個銀行櫃檯幫他開到2000萬 所以他給洗錢好幾億 最後兩年後才被抓到 可是台灣的ATM 有個東西叫STR STR就是可疑活動的報告 全台灣的ATM 都必須符合這個 所以如果你去零櫃 你人還可以去溝通 ATM沒有辦法溝通 當你就存進去的時候 STR就可以把你自動像AI一樣 如果你今天存了20萬 明天又存了20萬 後天又存了1萬 他會覺得你為什麼 會臨時存了那麼多錢 所以他會自己勾擊出來 他自己把你抓出來 對 他會撐整個報告 所以沛騙集覺得自己很厲害 就是偷偷默默的跑去 這個所謂的ATM去存款 可是你只要一存錢 你只要數額一出來 馬上就被勾擊了 對 而且這是自動生成的 他可能不知道 你知道洗錢還是需要專業 所以這STR的這個 可疑活動報告生成之後呢 他會看你的頭尾兩端 你為什麼每次都在這個銀行 的ATM 或者是你最後錢都到 哪個銀行的一個會的戶頭 我告訴你機器比人更厲害 所以他去ATM存錢 就是一個笨蛋 因為這STR只要生成之後呢 會直接送到了調查局的體驗防治中心 所以他是一份paper出來 不用慢慢去勾擊勾擊 所以你不敢去櫃台 其實你就是走入了一個絕境 所以我錢存進去 我進到哪個戶頭 然後這個戶頭以後任何的流動 他都會有線索 而且他會生成一份報告 這報告是巨細迷 對檢察官來講 真的是很大的一個方便 而且你說 陳佩奇早就被訂上了 他早就被訂上 包括他去存錢 包括他去幹嘛 其實大家都已經心知肚明 他這個部分 可能是一個突破的重點 另外來講的話 為什麼要找陳文景來 你知道嗎 他把S王牌交易所 S王牌交易所當初呢 還有跟特定的銀行配合 所以很多的配合人講說 他可以跟銀行配合 那他應該是正當的交易所嗎 才去找他們 可是S王牌交易所 被他們辦了之後 光他們自己的 S裡面的員工有102個 除了創辦了以外 還有102個被他起訴 所以他這件事情下去之後呢 所有台灣註冊的交易所 嚇死了 你知道嗎 這些虛擬貨幣 裡面有多少錢是張錢 有非常非常多的部分 都是詐騙集團來洗錢用的 所以只要他發個文 告訴台灣的其他的 這些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我現在要查這個東西 等一下 我告訴你 虛擬交易所都怕死他了 一定怕死他了 如果他發一個文 然後告訴大家 我是陳文景 我現在要查特定的金流 我告訴你 一定馬上趕快把 把那個勾基報告寫出來 然後送上去 大哥 你就查這一筆就好了 如果真的退萬部獎 真的他們家有人用這虛擬貨幣 打出去的話 你就查這一筆就好 不然你看 S網牌交易所 102個被他給弄掉 如果他要帶隊 沖掉你的交易所 你知道嗎 交易所他一天的 營業額大概就幾億台幣 一天喔 就幾億台幣 再把你沖掉 沒有一家交易所受得了 所以他出來之後呢 第一個 他的人面夠廣 來來來 東西都交來 虛擬貨幣都聽他的 對 都聽他的 我覺得這個最有趣 因為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如果真的有1500萬 出來1500萬接受的話 你還是想想看 所以說什麼北檢 什麼宗主 什麼孝 這根本不重要 他出來人家才會怕你 告訴你 我陳文錦弄掉S的人 我現在要這份報告 我告訴你 半夜趕快弄一弄 然後送到北檢去給他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因為他們現在來講 北檢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案子有錢 A案有錢 你A案會收錢 你B案一定會收錢吧 你不可能只收特定人的錢 如果這家ABC 一路下去都有收錢的話 那些錢如果換成現金 那不是一個保險箱可以放的 那要一個房間才可以放 但是如果轉到虛擬貨幣的話 這就為什麼需要他 如果轉到虛擬貨幣的話 難怪你抽不到現金 那如果虛擬貨幣的話 給他應該有機會把他給拉出來 好 所以文錄 你在一開始就想說 錢錢錢金流才是重點 今天真的找了一個高手 這個高手 當時你特別提到 不要忘掉虛擬貨幣 對 我現在是這樣子 按照他們的交易金額來講的話 因為院方現在提出來說 獲利大概200億 那200億的話 審計今天應該要回饋它多少 我個人估計 最少1 2%總要給吧 對不對 最少嘛 對 1 2%的話就是2億到4億左右 對 那2億到4億 如果說是5 6億的金額的話 按照過去我們看阿扁啊 看其他這些人的處理的話 很簡單 他在銀行開個保管箱嘛 對 就把那個皮箱往裡面一丟 這個事情就close了 就結束了嘛 就是一般過去的想法 那現在如果有虛擬貨幣的話 那是另外一種風暴了 那個就是非常的 那個高科技 那個我也不太懂 你知道吧 但是裡面有個有趣在哪裡 你知道吧 就是說他這個事情 為什麼北檢要找一個 特別懂這個事情的進來 對 一定有所本嘛 北檢不是莫名其妙的找這個人 有需要突破的點了 對 他已經有一些關鍵點 要準備突破嘛 不知道找這個人進來幹什麼 而且還要把消息告訴大家 對不對 因為他找個人進來 你這個他有他專長 他告訴媒體都知道 換言之上他有一點公告周知味道 算是蠻高調的查案 對 那蠻高調查案的話 一定有其他的效應的 我們不知道的 那第三點來講的話就是說 你看他柯P 他的整個動作的反應啊 他為什麼要做個筆記幹嘛 對 小牛說他有很多Excel檔 10月18他拿到的 建照 拿建照嘛 那11月1號出現一個1500萬的 1500的註記嘛 對 對不對 那這個是莫名其妙 你註記這個表示是收到了呢 還是準備收到 這註記這是什麼意思嘛 對 只有一個可能性嘛 什麼可能 就很多筆啊 太脫筆 對 脫筆幹什麼 你說如果只有一個1500萬 也不用計 很清楚 我們等級就那1500萬 對啊 搞了半天是不只一個1500萬 只有很多個1500萬 而且每個1500萬是有不同意義的 不 換言之講 他跟小省中間假使這個是金額的話 對 我們看起來 因為檢方跟院方 台北地院都認為 這個有他的子女跟他的太太 配偶 有收到不明款項 對 不明金流 對不對 都有金流已經被查到了嘛 對 講簡單一點 只是說不能證明是小省給的嘛 你的帳號已經被盯上 也被查到了嘛 所以我就不太懂 那你知道 你小省金額到底是多大 要大到你要每一筆 人家登帳的 那1500萬 那我算他是兩三億 那兩三億不需要登帳啊 兩三億我都記都可以記住了 你反正小省給我兩億嘛 你現在給我的1500萬 你分十筆 那只不過 表示這個 還有其他的科技業 也有登帳在裡面 對 就表示這個傢伙 他是長業犯人 你知道嗎 很多 對啊 除凡不及備戰 對啊 他是很多帳在登記的 他不是普通在登記的 所以為什麼找一個ADM 找一個金流高手過來查查 對 另外一個最有意思就是說 你看他太太更有意思 對 你是證人到北檢去了對不對 對 然後你現在昨天他跑到那個群眾場 對 群眾場他講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他講到先生在裡面 在裡面上大號對不對 那檢察官怎麼講 說他裡面在這邊 在那邊消滅證據 再把再清手機 他說妨礙公務一個小時不開門 對那妨礙公務 那死不事情妨礙公務 但在裡面睡覺不算妨礙公務嘛 換言之檢察官進去之後有發現 他有妨礙公務的事實嘛 好 那是檢察官寫的這個說他在這邊 處理他的妨礙公務 那陳佩琪在外面怎麼講 設在裡面大號一個小時 你這個公然說謊嘛 這是第一個事情 然後第二個事情他說 所有這裡面都委會的人 他一個人都不認識 然後這個假裝就是這個 同志生幹的 你講這個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公開跟兩三個人 這十萬人耶 昨天有十萬個人 越來越有線上線下 你不覺得這個陳佩琪 是個很奇怪的證人嗎 那你為什麼不在裡面跟法官講 你跑來跟群眾講這些幹什麼 跟群眾談案情 那個小草聽不聽得懂 所以陳佩琪昨天的動作 非常奇怪 那什麼動作 很簡單嘛 一定是滅政串供嘛 公開串供 所以這一群人 是什麼地方有問題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一群人 把我們台灣人的智商 看得太低太低太低了 簡直是可惡之急 好 瑞德 真的今天陳佩琪自以為說 我現在是個名人 我不方便去這個所謂的林貴 所以我用ATM 可是真的ATM沒有那麼樣的安全 也沒有那樣的隱秘 用了ATM以後 檢察官會馬上就知道 而且他搞不好早就被盯上 不但不但早就被盯上 現在整個勾招起來 有人就算 像他們講 把MOOC 金華城所有的事情 他全部都是一件事 也就是柯文哲 今天所有的問題 都跟金華城有關 寶傑 因為民眾黨最喜歡 連連看 那麼我們以筆之道 還施筆身 很簡單 用你們的標準 跟用你們的邏輯 我們也來連連看嘛 寶傑 你知道MOOC公司 什麼時候成立的嗎 什麼時候成立 2022年10月14號 那麼10月14號成立後四天 寶傑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發生什麼事 金華城840%融金率就過了 就四天號就過了 怎麼那麼巧啊 7月突然說我要成一大公司 10月我就成立了 10月14號成立木可 18號金華城的建築執照就拿到 然後19號就動工了 寶傑 你知道 這是我看過這麼大的一個建案 金華城整個建案不得了對不對 這麼大的一個建案 10月18號 那麼通過了以後 隔天隔天就進行這麼大的一個動工儀式 邀請這麼多的人 其中一個包括 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 請問柯文哲 是在當天才決定參加 金華城的建案 當然不是啊 當然不是嘛 所以他們早就都知道 那麼840%的融金率一定會過嘛 不是 我覺得最驚訝的是什麼 你如果在台北市有任何的工作 你有任何經驗都知道建造 沒有說你想拿就拿的 對 沒錯 你誰可以保證你哪一天可以拿到建造 事實上就在告訴我們 那麼 柯文哲確實跟這個金華城這個容積率800%是 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嘛 10年前他說柴船拿到處要吃人肉 那他現在為什麼對柴船這麼好 他去致辭的時候 當年他去致辭的時候 他還怎麼講說 哎呀 這一塊金華城這個建成功能 就是大型的逃租引員 我問你 如果你是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話 當時是台北市長的話 你應該跟財團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嘛 對 那為什麼他還特別跟這個逃租引員 特別提到是大型的逃租引員 然後呢還跟他們這麼近 好 那麼現在最主要是有關於這個募科公司 我不是說募科公司成立4天以後 然後呢那麼有關於金華城就過了嘛 我們現在要知道 募科公司有關係的李文娟 現在是150萬交保 還有這個電子腳樑嘛 他已經在上個禮拜出來講說 實際這個執行者是我哥哥 那李文中現在也都電子腳樑了嘛 那現在本來啊 如果我們不是國稅局 我們不能去查募科公司的賬嘛 對不對 現在一比一比檢調單位 正在比啊 這個相關的金流啊 你就保庇 你一定要保庇 保庇整個所謂的五大弊案裡面 所有的子公司孫公司 沒有一筆錢跟募科公司有來往 你就去保庇嘛 你去保庇嘛 那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整個案子越滾越大 為什麼呢 因為柯文哲不是 今天說不要抗告嘛 事實上上個禮拜我就說 他抗告跟不抗告類的意思是一樣的 因為一定被駁回 百分之百駁回 我都直接講 百分之百駁回 人家是台灣曼德拉耶 曼德拉 根據他老婆講 單單上廁所上大號跟洗澡要一個小時 所以是慢慢拉 不是曼德拉 很簡單嘛 慢慢在廁所拉嘛 事實上有關事嗎 為什麼民眾黨的發言人 那麼吳怡宣說 主席在睡覺 為什麼他的太太說 在上大號跟洗澡 上大號洗澡完畢以後 說回來睡覺 那按那麼大聲你會聽不到 還說手機變靜音 不要小片了啦 因為很簡單啦 除此之外呢 你要知道他那個抗告有沒有 律師今天發的那個柯文哲 不在抗告那個相關的聲明裡面 有一句話說 請檢察官於此兩個月之羈押期限內 窮盡一切調查義務 本人議會盡力配合調查 我跟你說 不要看過這麼濫烈的被告 什麼意思 他還是跟檢察官嗆聲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不會甩你這個相關的聲明 為什麼 柯恩哲說要檢察官在兩個月羈押期限內 窮盡一切調查 你不用想 我要是檢察官偉令 直接兩個月到以後 再檢察官你四個月 你以為你中秋節不能出來而已啊 我可能連明年過年都不讓你出來 而且這個案子我給你保證百分之百起訴 百分之百起訴了以後 我的天啊 台北地院一定會讓你出來嗎 他延壓田不會繼續給你延壓嗎 你準備明年繼續壓 我告訴你 所以事實上 柯恩哲在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然金流很重要嘛 所以現在各位預告一下 明後天可能又有一些新的東西 又有東西了 因為台北地檢署今天已經說 黃國湯他們民眾黨他們這些人都說 是台北地檢署泄密嘛 所以他們現在用他自然偵查在辦泄密 所以呢 我是昨天晚上夢到的不算 所以不要來找我 明後天大家拭目以待 好小丁 今天他們昨天扣了一個非常快的動作 就是突然弄了一個 把金華森好像是一個天大的冤案 好像是其他前任市長的這個刁難 只有柯文哲一間承擔才去處理的 金華森的問題 我們看了就覺得很奇怪 你說這個去看出了柯文哲的恐懼 跟整個團隊的恐懼 他們現在要牢牢的抓住這個所謂的 這個沈慶金 是 因為沈慶金只要一翻轉 他們就全部沈船了 是寶傑哥我直接破題啦 他們要溝通的對象 他們昨天現場放那部影片 要溝通的對象不是小草嘛 小草怎麼董榮機率 真正要溝通的對象 就是現在被關在土城的沈慶金嘛 所以空中 就是朱雅虎嘛 就是這些中共集團的相關人士嘛 我覺得這個老實講 這叫做空中穿空 當然也當然絕對是有可能這樣子的 因為為什麼 現在民眾黨全黨 猶如威金集團的發言人 猶如沈慶金的側翼 你看他們昨天那個影片開始互航什麼 開始互航金華城392到560這一段 他說什麼 這個卡了30年 我其實覺得很奇怪 我們大家不是明明都在吵840%的事情嗎 結果他們把840%這三個字 當成佛地魔 什麼都不肯說 死都不說840% 連去到法院面對法官 人家問你840% 你也說你都不知道 你什麼都不知情 所以平常聽講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現在看起來 因為威金集團為什麼當時會被卡 跟剛剛世聰哥講的一樣嘛 就是你貪心嘛 你太貪心嘛 你工業區變商業區 叫你捐地你不捐 所以卡在那邊卡很久嘛 你當時當時那明明就是一個完整的都根的一個範圍在那邊 對 結果旁邊一些機靈地 叫你幫忙一起處理 你也沒有要處理那個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說那個叫做南松山再生計畫 平常聽講這整個計畫裡面再生的只有威金集團 因為威金集團金華城18年虧了200億 因為這一次的精華廣場的這個包含你的那個所謂的容積率 調高到840% 一口氣不只到把這個賠掉了200億賺回來 還倒賺好幾百億 上百億的利潤 這種拿公共財去圖利特定財團的這樣子的行徑 過去民眾黨從來沒有去護航過這件事情 你看從民眾黨從過去到現在 他只有講說他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他並沒有去涉入到威金集團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包含申請這個所謂的容積率的變更 他為什麼涉入了 你看甚至連我們當時在台北市政府 我們也不會去幫威金集團講過任何一句話 因為明明就很明顯嘛 你是廠商我們是市府這樣關係 我們當然不可能去幫你解釋這個過程嘛 但很顯然現在他們我認為就是逼急了嘛 為什麼 因為今天簡幫已經提訓審慶金了嘛 提訓審慶金為的是什麼 就是要調查整起案件的金流嘛 剛剛講到這個金流後端這邊看起來 已經勾勒的差不多了 只要前端審慶金確定這件事情 有把金流直接給了所謂的 那1500萬的去向 從審慶金的口中兜出來 那這個串起來當然就Bingo了嘛 因為在這個積壓的財庭書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在審慶金所謂的論公欣賞之際 他給了印小薇一筆錢 給了印小薇的錢的時候 中間有1000多萬不知去向 不知去向在同個時間 這個時刻被告也就是 柯文哲的配偶跟小孩就有錢進去了 所以我就說現在看起來就是在兜這段金流 那因為民眾黨現在很想 不管是民眾黨也好 柯文哲也好 他們現在認為 我認為他們現在其實策略是一團亂 就是圖利這一塊 我相信他們已經沒有打算要去鞏固這一塊 所以你看昨天通通都把責任 我就說嘛 昨天在那個場上 唯一一個他們針對的人叫做彭震生 你看他們也不針對審慶金 不針對印小薇 全部把責任都往彭震生身上推嘛 那然後你看在現場直接開始公然 護航薇金集團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誇張的行情 這在挑戰台北市民的智商啊 台北市民 如果假設是台北市超過25歲以上的人 應該都逛過金華城那種百貨公司 大家都知道金華城是為什麼被拆掉 是為什麼倒閉的 就是因為你莫名其妙蓋一棟球 蓋一個球在那邊很難逛嘛 所以現在要拆掉要重新新建商辦 那是你家的事情 你怎麼會拿我們的公共財 去圖利威金集團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變成大家的嘗試之後呢 今天他們在現場 我相信不要說去說服小草 他們根本連小草都說服不了 所以他們只能說服誰 就是去說服現在在裡面的審慶金 拜託不要把這件事情供出來 好所以蘇貝 剛才講的現在就是已經鎖定了 越來越查金流了 那如果查金流剛剛講的 如果按照裁定書來講 那柯文哲的老婆 柯文哲的小孩都很麻煩了 當然是啊 因為這個1500萬的落差 剛好就在柯文哲的太太 跟他的小孩的帳戶出現 這個金額就這麼的湊巧 然後又被發現說 柯文哲被檢察官所掌握的 這個秘密這個帳戶裡面 秘密檔案裡面也有審慶金的1500萬 那這個東西不是就連連看 全部都連起來的 那如果這個金流對起來之後 欸 保潔哥 禮拜五記者所爆料的那個檔案裡面 不是只有審慶金欸 還有集團的大佬欸 對不對 還有總裁欸 對 科技界大佬 還有科技界的大佬欸 這些是不是要繼續查下去 所以如果審慶金這個金流破了 審慶金承認了 我告訴你接下來這一些人 代表那上面裡面的檔案 全部都是錢 不是數字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怕了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不敢提抗告 因為抗告下去之後 月券下去 如果真的有這個檔案 這些資料會不會外流 這些檔案上面被記載的人 會怕嗎 嚇到死 嚇到屁屁 所以這是我覺得柯文哲 是他現在不敢PO 是 柯文哲不提抗告 一個最重要的理由 因為如果他惹怒了審慶金 審慶金證實的說 欸 我確實在2022年的11月1號 有給柯文哲這一筆錢 對 結果你給我記下來 是 然後這個檔案裡面 是不是檢察官都可以去查 對 而檢察官現在又增加了一個 對於金流查查 非常有經驗的檢察官 陳文靜 欸 我告訴你這一些錢 因為柯文哲現在金流很乾淨啊 大家都查不到他的金流嘛 對 那這些錢跑到哪裡去 審慶金的1500萬必須要寄 其他人給的要不要寄 一定要寄 全部都要寄下來 也太多了 所以這個檔案其實就是柯文哲的金庫 就是柯文哲的藏寶圖 而這個藏寶圖必須要有一筆錢 先被找出來 證實他就是金流 對 接下來就會全部查下去 所以這也是才能夠去驗證說 為什麼昨天明明是動員小草 是步道大會要讓小草繼續黏在民眾黨 繼續向阿伯來表示這個忠誠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要去討論金華城 對 甚至不只在當昨天的活動現場 去播放金華城土地變更 一卡30年 說什麼好龍兵的時候 柯克金華城龍基打壓地主合理的權利 除了影片之外 還要再回去發臉書 我覺得這就是在跟沈慶晶表中啊 說我們絕對不會放棄你 相信阿伯一直跟你在一起 因為我告訴你這個臉書 就是沈慶晶那時候被檢察官收押的時候 所發的聲明稿啊 對耶 完全一模一樣啊 只是那時候民眾黨沒有回應 現在民眾黨把它全部寫在臉書上 寫在活動上面 甚至做了影片很簡單 就是跟這個沈董講 不要公我 不要公我們 你只要一公出來 阿伯就整個被擊破 阿伯就整個毀滅了嘛 所以你看陳佩琪昨天怎麼講 陳佩琪昨天在那邊講說啊 什麼阿伯啊 很清廉啊 早上都吃豆漿配饅頭啊 這樣的人怎麼會徒利呢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超荒謬的 陳佩琪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他沒有發現他的左手邊 有一間1.2億的豪宅在跟他揮手嗎 在請他再進來嗎 沒有發現他左邊有一間4300萬 他才剛在午夜的時候 用現金買下來的商辦嗎 可是他卻可以睜眼說瞎話 然後甚至他們的黨的另外一個活動 居然在幫金華城喊約 我覺得真的很瞎啦 可是這件事情 包含陳佩琪還講了 柯文哲金華城核定的這件事情 是彭政生用假章 他們雖然一手在呼呼審慶金 一手卻又要把責任推給彭政生 如果保了沈慶金 保不了彭政生 柯文哲會沒事嗎 這個彭政生手上的案子 不只金華城 還有第一果菜市場 如果他把最終裡面誰決定剪相八包 讓金華讓中共把所有的果菜市場 重要的這些安全設施 放在檢調樓層 如果可以確定是柯文哲 柯文哲就不是只有一個案了 還有魚果市場 所以他們切割彭政生 我認為也是一個錯誤的決定